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一汉败给三连郎之后 勇士遭遇了一波四连败 西部第一的位置甚至都没有五热 勇士就一股脑跌出了西部前六 近况惨淡 除了场上状态糟糕之外 勇士还面临着其他的一系列问题 库里的受伤显然是困扰勇士最为严重的问题 德雷蒙的格林的冲动 克莱的自负以及维基斯的迷失 让勇士的核心阵容看起来不堪一击 而且接下来勇士的赛程也不见得轻松 他们很有可能迅速掉队 然后处于苦苦追赶的位置 库里伤病虽然只是劳累过度 但继续缺席明天对战雷霆 这对勇士而言 绝对是个不小的打击 除了库里之外 勇士的阵容大名单 还有其他缺失的部分 在格林索侯戈贝尔之后 联盟方面决定深入调查勇士和森林郎之间的冲突 经过联盟办公室的审判 NBA官方宣布 勇士前锋德雷蒙德格林被禁赛无场 这也是出于对其他球员的保护 联盟方面不希望这种情况成为常态 有一项统计 就是在过去十次格林被驱逐的时候 其中有七次都是库里缺席的情况 比如被追梦所候的直接受害者卢迪戈贝尔 法国大家在战胜勇士赛后的采访中 就直言不讳地表示 追梦那是小丑行为 显然 他在努力让自己被驱逐出场 因为格林不想在没有好兄弟四弟分库里的情况下打球 虽然 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猜测 觉得追梦是故意想被驱逐和禁赛的 毕竟之前水花兄弟商庭 他单独带队时战绩稀赖 绿老师有过酗酒和百烂的前科 但是像戈贝尔那样直接放在台面来说的 还是守人 毕竟一般情况下 大家都对这个猜测讳莫如深 如今 事情的发展几乎和戈贝尔的猜测一模一样 追梦虽然被禁赛无场 但看起来正和他意 因为库里不会很快付出 也不会休息很久 追梦这五场比赛的竞赛长度刚刚好 怎么会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呢 事实已经很明显了 一旦库里缺席 追梦或多或少都会有想办法敲板的冲动 而且旅里得手 戈贝尔没有错怪他 相反 旅老师已经是惯犯了 再说一句阴谋论的话 克莱恐怕也或多或少有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方舟无法解释为什么开场仅两分钟就有那么大火气 还会主动用车林口的方式去招人迈克·丹尼尔斯 整个冲突过程发生的太突然了 汤普森在防守的时候 先是用手拉住了丹尼尔斯的衣服 后者不看示弱 进行反击 在整个过程中 丹尼尔斯用力过猛 险些将汤普森拉扯在地上 衣服因此也变得破烂不堪 可能是因为受过大伤的原因 汤普森的下肢力量明显地出现了严重退化 而丹尼尔斯在受到汤普森拉扯时 并没有出现要摔倒的情况 整个场面汤普森老太近险 面对汤普森的不利局面 格林看在眼里肯定不会袖手旁观 这也是为什么他突然之间冲入人群 将哥贝尔摞脚的原因 毕竟当时森林狼队一群人都围在汤普森身边 明显有拉偏价的嫌疑 而且哥贝尔与人发生冲突的事情也不少 甚至连队友都敢动手 眼看着汤普森要吃亏 再加上库里又没有上场 格林本身也没有心思比赛 最后找个机会把自己罚出球场 是他最想的事情 说一起冲突的发生不是没有原因的 汤普森自从开赛以来 手感一直都很冰凉 球迷对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如果不是维坚斯比他还要低名 汤普森就是勇士队现在最有争议的那一位 要知道在半年以前 勇士队被护人淘汰的那一场比赛里 汤普森的发挥 球迷不会那么快忘记的 今天本来是汤普森好好证明自己的一场比赛 库里休息时 勇士队在进攻端能够一战的球员只有汤普森了 不过想要发挥好 哪有那么容易 现在的汤普森已经不能够凭借跑位摆脱对手了 如果说是因为手感不好 才导致投篮命中率降低 那还不算什么问题 毕竟手感总有一天会找回来的 职业宣扬的平均命中率在那里摆着 最担心的是并不是因为他的投篮手感不好 而是因为他现在创造进攻机会的能力在下降 也就是他摆脱防守的能力在下降 根据数据统计 2019年之前 克莱一场比赛的无球跑动距离可以达到4.3公里 而本赛季打完的10场比赛 克莱的无球跑动距离只有2.8公里 这证明克莱已经失去了3D属性 没有吃球 没有防守 失误多 这一点就很可怕了 毕竟这是预示着他的身体机能在下降 到了他这个年纪又受过大伤 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 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他就只能够降为替补球员了 作为球队的一个定点射手来使用 难怪勇士对于徐域克莱这么犹豫 汤普森在受伤以前打球一直以冷静著称 外号佛祖 几乎在球场上很少与人发生过正面冲突 即使表现不好 他也只会埋怨自己 可自从2022年夺冠以来 汤普森开始变得情绪化 去年勇士客场挑战太阳 与布克发生了冲突 最后被对方玩爆输球又输人 如果说布克算是联盟中比较厉害的角色 汤普森没有占到便宜 也还可以理解 这一次与他发生的丹尼尔斯是一名年轻球员 汤普森又没有占到便宜 如果说是在没有受伤以前 这些人根本上不敢惹水花兄弟 现在的汤普森看着真的有一些让人心疼了 岁月的痕迹已经在他脸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当年齐勇大战 能够单防欧文的男人 现在因为一动缓慢的原因 在防守段被科尔用来抵挡四号位球员 二号位和一号位的球员完全已经防不住了 以往勇士队之所以所向披靡 就是当对手包夹库里时 汤普森会用自己的无球跑动 以及精准射数接管比赛 特别是关键时刻 勇士的很多进球都是由汤普森来包办的 毕竟那个时候库里会通过突破无球跑位吸引防守 今年的场面有2019年总决赛第五场 最后时刻汤普森两个三分球 帮助勇士对最后时刻逆转比赛 以及2016年西部决赛的第六场也是最后关头 当对手球队将全部防守注意力放在库里的身上时 汤普森就会让对手付出惨痛的代价 正一直是勇士队的杀手锏 可是到了今年 汤普森已经失去了这样的能力 库里开赛状态火热 连续高效率的砍下30分40分 后面几场对手疯狂包夹他的时候 原本应该由汤普森来惩罚对手的 可现在的汤普森已经没有了能力了 勇士队已经打了10场比赛 汤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场比赛能够得到20分 完全不能给库里分担一点点压力 还记得前几天输给骑士的比赛之后 汤普森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他打出了职业生涯最烂的一场比赛 接下来他会爆发 骑士他说过这话之后 打三连狼 他的发挥和打骑士没有任何区别 他也并没有爆发 反而是这一场比赛 他彻底爆发了 不过不是在状态上面爆发 而是在情绪上面彻底爆发了 这些一连串的事情都表明 处在合同年的汤普森现在非常的着急 他们勇士队的任何一位球员 都渴望打出好的表现 然而现实太残酷 科尔在给足了他机会的情况下 他也而在再而三地让机会从身边溜走 也许他的状态再也回不到以往了 只是他自己不敢承认而已 当去年灾季后赛贝利福斯都能完爆的时候 就表明那个单阶得到37分的汤普森 再也回不来了 当然 这对于勇士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 这件事应该算是一个导火索 勇士的阵容改变一变了 昨日因为被罚下两首发 科尔大量时间重用双塔 让凯文卢尼 沙里琴和杰克逊戴维斯搭配出战 面对森林郎这种双塔球队 勇士就应该主动提升高度 也拿出双高阵性加以应对 首发阵容就应该直接给凯文卢尼 搭配个内线球员 别面对谁都没守成贵 都拿出五小阵容 这套阵容现在进攻全靠库里 防守纯汉天意 已经没有办法大杀四方了 之前机场比赛 勇士内线完全被对面打爆了 第一场与森林郎双方内线得分对比 一度来到了匪夷索斯的26比4 全场下来 让森林郎在内线的吃得喝 拿了62分 但是这场比赛下半场 科尔记住双塔阵性以后 勇士内线防守完全起来了 最后只让森林郎在内线拿了36分 这一来一去差了26分 这足以说明科尔的排兵不振问题太大了 再看看勇士现在输的几场比赛 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 六场比赛里边有四场是输给双塔球队的 被骑士双杀完 再被森林郎双杀 这四场比赛之中只有昨天这场比赛 由于追梦格林被驱逐出场了 科尔不得已才大量时间拿出双塔阵型的 也恰恰只有这场比赛 勇士在场面上一度占据了最大的比分领先 与对方打得有来有回 这些林林的教训就摆在科尔眼前 为什么就不能主动进行调整呢 勇士阵中现在又不是无人可用 而妹妹MBC Sports指出 死亡无小已经不复存在 在其他球队拥有更年轻 更快更高大的阵容的情况下 勇士目前的阵容面临三个困境 首先第一个内线得分存在漏洞 作为一致以投篮为主的球队 勇士本赛季的外围命中率只有34.9% 排名联盟第21位 与上赛季的38.2%相比有所下滑 而勇士王朝时期的死亡无小打法 与目前球队阵容不匹配 杜兰特和格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线球员 但再加上一股达拉 球队拥有足够的运动能力和惊人的进攻火力 然而如今的勇士在整体上缺乏身高和速度 这人员是他们最大的短板 而维金斯配顿等身体素质出色的球员发挥不如意 这也是最关键的 维金斯现在的个人发挥 这两场加起来 维金斯一共22投7中 3分9投1中 个人竞技状态和比赛水平是完全不具备NBA首发球员的实力 可以把他的时间给穆迪 库明加 或者给沙里奇 让他和凯文卢尼组成双塔 昨天沙里奇又拿了21分 过去的几场比赛之中 两次得分上20 是勇士郑中除了库里以外 得分上20最多的球员 还有第一节穆迪甚至都没有获得出场时间 结果第二节上来以后直接三投三中 持球突破面对戈贝尔的长臂管辖 挑头得分 久之的动作 现在克莱能做出来吗 是他目前的身体状态和能力水平已经对不上比赛强度了 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想发挥也没法发挥 接下来这段时间 勇士遇到了最为艰难的时刻 他们将连续面对雷霆两场 火箭 太阳以及马刺 这几支球队 火箭和雷霆目前分裂西部第四 第五 太阳则是逐渐迎来了布克和比尔的康复 除了马刺之外 这几个对手 勇士都不好对付 如果他们没能扛过这段赛程 勇士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调队 排名直线下滑 勇士的战绩迎来了尖棘的挑战 不过 从球场上的表现来看 库里等人缺席 勇士也并非是完全没有收获 至少新秀波杰姆斯基的表现 就足以让勇士感到欣慰 他能发挥 征服了科尔 我襯士船 医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